罷工好像说有几十间店参与 我首先要这么说是难搞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社交媒体的Facebook知道 有人发你这件事之后 我上所有主流媒体 我现在不知道 刚才我五点几去找过 所有主流媒体是没有人报过这个新闻 就是612罷工罷市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不报 所以 有人说为什么不找到好些地方住 马来西亚新闻自由 我刚刚上星期分享出来 全球排名第二还是第三 第二 香港排名第二 香港排名第三 香港新闻自由也是排名第三 它有分级数 马来西亚和日本同级 香港跌了去到第三 不断下降的分数 好了 我竟然找不到 我希望现在有 有媒体报道 罢货罢市 连苹果也还没有找到 我现在不知道 6月12日 拉习停业 罢市一天 我这些都是 希望大家会多些支持 那《啤梨晚报》怎样呢 我们作为媒体 6月12日 我在想 6月12日那天是星期三 每个都罢市 但是我们作为媒体 我们是有责任 是 报道事实 报道 至少6月12日 罢市的情况也要报道 是啊 但是如果这样 我们好像很不参业 就真的贏定 嗯 所以我决定在13、14 17、18日 连续四天 嗯 罢市 我让他们罢得更狠 没错 我罢得更狠 嗯 四倍的决心 不是四倍决心 是有四个原因 每一个原因 都是我们罢市的原因 特别显现我们的决心 OK 那就变成我们13、14 15、16 本来没有节目 是 16、17 不是因为我们去马来西亚 大家千万不要搞错 是纯粹因为 我们要给这群罢市人 我们要做一个佳模 希望他们看到我们 原来罢市 给一些想象力 不是一天的 是即使通过一条例 我们是第二、第三天 即使二读之后 我们是会继续罢市 罢了四天 看他怕不怕 嗯 OK 你说那些 当然不是了 你们要吞波 七月不用了 八月又出团 十月又出团 九月又出团 那不然我能吞这么多波吗 那些日子 我们一定会继续做节目 为什么这次不做呢 就是我们要响应这个罢市 OK 实在太微谱了 大家还要支持我们 快点 这个超级留言 没想错了 谢谢你快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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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